原标题 乾隆为什么主动提出旨干六十年 当时究竟是谁在逼过他让出皇帝乾隆皇帝四十三年的时候 乾隆皇帝曾在圣旨中说 七皇祖预计六十一年 与不敢相比 若要穷藏占有至乾隆六十年引导 与寿姬八十九五 即当传位皇子归正退贤 帝此意向未宣誓 动意不能深息也 乾隆画像乾隆这个话是主动说出来了 当时他也于乾隆三十八年的时候 采用秘密建筑的方式 确立了嘉庆为皇位继承人 由于并没有说明谁将是皇位继承人 但是那些皇子们却都不敢有什么异动 为什么不敢有什么异动呢 因为没有公布 那些皇子们可能会觉得乾隆皇帝确立的视自己为继承人 那么如果他们有什么异动的话 乾隆皇帝一定会很不高兴 说不定就把他们给撤换了 换成了别人 如果乾隆不是确立他们为继承人 那么他们更不敢冒情绪 说不定后来乾隆又不满他确立了皇位继承人 而改冠皇储 这样的话 他们可就有机会了 这种情况与提早把太子确立了是不一样的 与迟迟没有确立太子也是不一样的 康熙当年因为在很早的时候 就确立着印人为太子 而康熙又十分能活 因此印人实在保不住啊 因此还有想提前夺取权力的举动 而这样的举动也让康熙非常生气 废出了印人的太子之位 但如果迟迟不确立太子 那么皇子和朝中大臣都会蠢蠢欲动 毕竟国家未来的走向不明确 因此大臣们和皇子们的竞争肯定非常激烈 这种情况在康熙废出了印人 而没有确立新太子的时候 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时整个朝廷发生了惨烈的九子夺敌的大战 而大臣们也都依附自己的皇子互相倾压 正是因为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雍正才创建了秘密建筑制度 这种制度极好地避免了上面两方面 有问题 用正画像展开权文 由此可见 当时并不存在皇子们蠢蠢欲动 影响到乾隆皇帝继续执政的问题 那么当时究竟是什么原因 乾隆皇帝要说 他最多干到执政六十年退休呢 我认为主要是乾隆皇帝当时的统治 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乾隆皇帝时期的统治 是中国封建顽固统治的最高峰 由于乾隆皇帝采用了一系列帝王术 平衡术 玉陈术 因此 在乾隆统治时刻 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 大臣都不敢有异动 老百姓都谨小慎微 整个社会进入了死气沉沉的局面 当时 西方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变革 思想大解放 工业革命 巧然兴起 西方想要在这时候进入中国 打开中国的国门 可是 乾隆却把国门严密了关闭着 不让外国的思想及经济进入中国 这更加强了中国当时的禁锢和沉寂 这种禁锢和沉寂 让社会的创造力急剧下降 整个 康乾盛 是 到乾隆中期就结束了 可以说 乾隆时期由于缺乏创造力 生生的把康熙和雍正基改下来的老本 全部吃光了 不仅如此 乾隆当时还存在另一个大问题 一方面 乾隆年间创造力严重下降 创造的物质财富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 乾隆又特别喜欢铺张浪费 特别讲排场 乾隆下江南历史上都在说 隋阳帝已经为休大运和下江南 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百 事实上 这是对隋阳帝一种错误的理解 隋阳帝确实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百 但他是因为穷兵独武的发动与高距离的战争 才会那样 而乾隆的六下江南 却是货真价实的铺张浪费 真正是耗费国力的举动 一边是国库空虚 国家贫弱 一边是整个官僚阶层腐败成风 而且乾隆皇帝还默认官僚阶层的腐败 有人可能不理解 每个皇帝都不希望官僚阶层腐败 为什么乾隆皇帝反而默认呢 道理很简单 乾隆自己飞 尝清楚国库的情况 知道国内生产力的情况 但是他又喜欢铺张浪费 如此一来 他只能默许手下贪污 因为只有靠贪污 才能搞到钱 支撑他花天酒地 最切实的例子就是和珅 他知道和珅贪污吗 当然知道 但是很多别人办不到的事情 还只有和珅能办的 他要的那些享受 只有和珅能满足 所以只能默认和珅的那些贪腐行为 连和珅都默认 天下还有什么不能默认的呢 这样一种糟糕的社会局面 乾隆自己是心知肚明的 他没有能力改变 也不想改变 但更不想的是从皇位上下来 不想下来 国内的不满情绪却越来越高 因此他设定了一个年限 想通过这个年限 缓解社会对他的压力 可能乾隆也没想到 他能活到85岁 他当时说那个话 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 参考资料 青石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Luncie